在香港一家幼兒園 每天早上都會開始一個很特別的節目 那就是老師和全體幼童 一起舉行升旗儀式和唱國歌 面對這一切 一個小孩的家長說 我兒子才三歲 但是每個小孩學唱國歌都是必須過關的 將我們的血肉捉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句歌詞從三歲小孩的嘴裡崩出的 讓人不寒而栗 這真是香港的悲哀 這一幕如果發生在幾年前 是讓人無法想像的 但是今天在所謂的一國兩制的香港 特別是國安法實施之後 中共對下一代的紅色教育 也都大舉進入香港的中小學和幼兒院 目的就是增強下一代對國家的認同感 不僅如此 在中國的中小學校新學期開始之際 8月31號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在黨刊求是雜誌發表了全面文章 明確警告 中國教育絕對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的破壞者和掘墓人 習近平在文章中強調 教育的根本任務就是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這既是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要求 也是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手段 教育失敗將帶來根本性的失敗 這是中國不能承受的歷史性錯誤 那什麼是中國媒的教育內容呢 近年來 中國當局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 不斷強化意識形態的教育 外界注意到 這個舉動進一步推動了中國教育的紅色轉向 對下一代開始系統的洗腦教育 2023年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 正式成為從小學到大學的必修課 這就是習近平所向往的 或者是說他心目中理想的教育 就是每一代人從小學到大學都要學習習近平的思想 簡稱習思想 而中國當局對年輕群體反叛力量的警惕 是從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後 之前的洗腦教育主要是在大學 大學裡面的老師和學生有太多的自由思想 造成共產黨不能控制 後來他發現這些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越來越沒有人相信 所以他吸取了教訓 開始對中小學校的學生進行思想管控 目的就是維護中共政權 實際上共產黨就是小部分人的統治階級 他們就是特權階級 洗腦教育培養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更好為這個利益集團服務 我們來看看下面這段影片 在紅色教育的背景之下 中共給學生灌輸的中國夢是怎樣的? 南的說 什麼是中國夢? 你的回答 老百姓的中國夢就是老人看得起病、養得起老 南的接著說 小孩子翻得起學、年輕人能夠住得起房 沒有黑社會、沒有校園霸凌、沒有貪腐、沒有失蹤人口、人人平等 這個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中國夢 再看看所謂的中國夢與現實之間有幾大的差距 一方面是中共高官貪污腐敗 家裡的現金堆積成三 另一面老百姓為活命在拼命地掙扎 中紀委在中石油董事長王二林家的地下室裡發現了巨額的人民幣現金 王二林貪污受賄金額高達了9000億元人民幣 他家裡的全部貴重物品 十兩卡車一個星期才全部拉月 廣東省廣州市 城館沒收一個流動貪禮的小玩具 貪犯死死地抱著玩具不放 一個在旁邊拍攝的人為貪犯求情 師傅你放過他 他做些小生意不容易的 江西省景德鎮 城館沒收貪犯一籃雞蛋 那個女人死死地抓著籃籃不放 諷刺的就是他背後的標語寫著 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攜手共建絲畫浮糧 河南省鄭州市 一名業主買了學區房 但是臨近開學了 而開發商承諾的小學還沒有建成 導致小孩沒辦法上學 業主無奈之下向開發商下跪叩頭 針對習近平發表的文章 飛天大學教授張天良博士也分析說 中國教育的核心目標 並不是為了培養人才 而是為了培養忠於社會主義 效忠黨的奴才 按照習近平的說法 不能夠培養社會主義的掘墓人 本質上就是文革時期又紅又專的翻版 只不過是將效忠的對象 從毛澤東換成了習近平 最近在中國大陸 也就是習近平掌權以來 設置了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研究所 還有習近平的思想研究所 目的就是在教育領域 強化對學生的洗腦 8月28日 自由亞洲電台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目是 中國修訂教材進一步赤化 第六代導演說 中共法西斯教育已經摧毀了四代人 文章說 中共官媒報導 8月27日 中國教育部歷時兩年的時間 完成了三科統篇教材的全部編審程序 這三科包括 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 語文 歷史 官方號稱 透過這些教材要達到培根駐魂的目的 而其中的魂就是 全面推進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 新華社在新聞後的時點文章中 更直言不諱地宣稱 中共中央對教材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 要在教材建設工程中進一步強化國家的華語權 充分體現黨和國家的意志 打好中國的底色 厚殖愛國情懷 始終不如聽黨話 跟黨走 旅居法國的中國第六代導演吳雪洋認為 中共一直以來在教材中 篡改歷史和推行法西斯國家主義教育 基本上已經摧毀了四代人 現在的做法就是繼續將教材變得更法西斯化 紅粉洗腦化、偽善虛假 如今加強版的洗腦術 將會讓中國離世界文明越來越遠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 今天中國的教育到底是怎樣呢? 9月2日 在上海徐匯中學 一群初中生在35度的高溫 在室外被老師罰企 期間一名學生體力不支中暑倒地 然而令人震驚的就是 現場的其他學生呆虐木雞 沒有一個人上前扶一下 面對這樣的情況 一名男老師慢慢地走出來 又回到教室裡 沒有人打急救電話救這個學生 一個小孩暈倒了 看到了嗎? 一個小孩暈倒了 誰都沒有理 老師也不在 一個小孩暈倒了 竟然沒有人理 你看睡在地上 其他學生再叫老師也沒有人理 讓他自己爬起來 看到沒有? 老師背著手慢慢地出來 就是這個老師 大家看清楚他的面目 是他讓小孩在太陽底下曬這麼長時間的 他自己就躲進屋裡 自由亞洲電台的這篇文章還寫到 知名X博主 長國嘩哈哈在採訪中說 在中共一直以來的洗腦之下 中國人慢慢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成為了是非不分的愛國者 或者是任政權收割的韭菜 不過現實才是最好的老師 在大學生畢業即是失業 都負責路橋頻頻崩塌 化工油、食用油、混裝落土的現實情況面前 中共給小孩編織的幻象有多漂亮呢? 將來小孩被現實打醒之後會有多麼憤怒? 相信很多人都會在殘酷的現實中覺醒 近期就有一名學校的教師公開自己的名字 上傳了一個影片 揭示了教育界的黑幕 為教育同行發聲 今天是2024年8月23日 我叫劉秋玲 是一名學校的教師 昨天我收到了一條同時想跳樓的信息 因為他被學校的各種任務 壓得實在吐不過氣 作為一名從業31年的老教師 我想為我的同時發聲 為教育同行發聲 先是有招作士的謠嚴嚴老師誓死抵抗 這樣講出不公平的現象而火爆全網 再有鄭州的女老師 廈門的徐老師被迫跳樓以死明治 還有學生家長因為不滿分程教學 而大鬧家長會 教育不公平 已經將家長和老師逼到了長角 劉秋玲老師還總結了中國教育界的六大亂象 今天我要在這裡跟大家講 如今學校裡的教育亂象 第一限集任務多 學校裡的檢查、驗收、評比、展示、公開課、課題 繼續教育多餘牛毛 老師加班加點疲於應付 直言活不到退休 第二管事的領導多 業務校長、後勤校長、德育校長 一把手數不完的領導 一線老師仍難而上 領導仍榮譽而上 甚至互相勾結一起 導致多年的喉風不正、成績墊底 家長不懂這些 還埋怨老師的教學水平不行 第三課改花樣多 課程改革理念層出不窮 似乎不改革就會被淘汰 本來生動的課堂變成了老師的表演課 比誰的教學手段更加高明 誰的表演更加用心 命為課改實為折騰 第四收費項目多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同感 有學費、校服費、現時費、牛奶費 學校什麼時候變成了生意場 老師無奈當槍洗 教育的初心去了哪裡 不能夠將家長和小孩當成被宰的羔羊 第五貪錢手段多 每學期的教父是學校領導的一大塊肥肉 開會305身 不允許老師推薦教父 一會兒教父就派發到班裡 上邊的領導來檢查 他們交代老師 將教父藏起來 並告訴學生 我們沒有教父 這個就是我們的教育 教學生睜大眼說謊 第六職業評選怪事多 不會教課的人居然有史級優質課證書 獲掌課題論文 甚至將原理的企業 看倉庫的時間都能夠算作是教令 就是因為有親戚是領導 老師願聲在道 又無可奈何 90後一位日本網友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中國當前的加強洗腦教育甚於從前 對於日本來說 他們需要警示中國強化的軍國主義教育 他說 中國這個洗腦教育已經是全方位 立體式的了 中越戰爭還有中印戰爭類似的這方面 我們那個年代是完全沒有的 最多就是抗日戰爭 這個簡直就是要將中國打造成軍國主義國家 從小路入手 兒童進行軍國主義洗腦教育 對於中國鄰國的日本來說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四川省大梁山一名老師上傳了一個視頻 一名小學生因為在自己的畫上寫下了 我愛日本人遭到了老師的看法 今天課間有幾個學生拿著另一個學生的畫來給我看 說老師你看他畫些什麼 這個是一年級 剛剛上完美術課 我看看你們寫的 對 這個就對了 老師問是你畫的嗎 你跟我說你為什麼要寫這幾個字 學生回答 我寫中國人這幾個字的時候 忘記怎樣寫 老師問 寫中國人的時候就忘記了 那你就能夠寫日本人 我告訴你你是中國人 你要記住 聽見沒有 什麼錯誤老師都可以原諒你們 什麼錯都可以犯 但是這種錯誤絕對不能夠犯 知道沒有 你們都聽見沒有 當著我的臉 把他撕拿 用力地撕 扔到垃圾桶裡 誰再敢寫這樣的話 我直接就叫你回家 聽見沒有 這個學校不要你 不要你這樣的學生 這位老師在影片中還說 自己的教育方法非常正確 感到很光榮 而中國的網友也都一面倒地支持他的做法 認為要樹立 小孩正確的價值觀 這樣的教育 每天都在中國發生 每天都有幾百上千萬的中國兒童 從小就在這樣的仇恨教育中成長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